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道琼跌271点 0.7% 纳达克跌0.8% 费城报道题涨了0.7% 反而半导体股是较强的 这个对于台北股市的电子股应该是有利的 可是很多人被苹果给影响到 我们先来看一下道琼跟纳达克跌的原因 道琼跟纳达克跌的原因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在Apple的部分 苹果的部分 苹果礼拜五跌了3.3% 苹果新的手机要发表了 可是在礼拜五却呈现下跌 因为苹果跟一些软体开发厂商的官司败诉 因为苹果要求那些App的厂商 在客户给钱的时候 他要抽30%的一个业绩 那就由厂商跟法院来告 告的结果苹果败诉 所以未来在新的App 在整个资金收取的部分 不见得一定要用 要透过苹果 所以这个对于苹果的获利 未来一定会有影响 所以苹果股价在礼拜五是跌了5块钱 跌3.3% 那这个并不影响他 新手机的发布 那苹果跌 因为苹果是道琼跟纳达克的成分股 所以连带的也拖累 道琼跟纳达克 所以美国股市跌主要是因为苹果的关系 这一点你要先搞清楚 那反正费等报道题相对是比较强势的 这跟台北股市的互动也会来得比较直接 那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目前呈现小跌 南韩平盘 日本跌0.2% 香港跌比较多 跌了5% 跌了521点 因为香港本来 政治性的干扰比较大 所以对于台股的影响力 也没有来得那么的直接 所以台北股市今天一开盘 一度跌87点 很多人看到美国股市跌 怕得又去买股票 那卖股票也不是不行啦 反正股票有人买就要有人卖嘛 对不对 只是你要卖对 有些底部刚要起涨的 你去把它卖掉 那就很可惜啊 这行情我上礼拜跟大家谈过 从出生坡要进入主生坡 出生坡是大型全职股 所以这是从联电台积电金融股 把大盘给扭转上来 可是紧接着要进入主生坡 你主生坡的走势 是业绩股的天下 所以出生要走快 上边有跟大家谈过 出生坡要走得快 才有办法把卖压给二子柱 进入主生坡之后 时间要扭短 所以走咕咕短短短 所以整个子柱的走势 它会开始进入顿化的走势 会上上下下慢慢震 不会像出生坡走得那么快 所以上礼拜特别跟大家谈到 进入主生坡 以时间拉长为主 所以你看今天行情 其实就很明显主生坡的节奏 你看今天台积电 连电跌7块钱 连电跌了9毛钱 日月光今天也跌了3块钱 所以明显的大型全资股 适时的把指数空间腾出来 给中小型的业绩股用 这是对的 所以你不要看今天指数 好像攻不动 你就认为是弱势不见得 这不是弱势盘 这是正确的方式 开始进入主生坡之后 时间会扭动 指数脚步会缓下来 大型全资股适时的 要把空间给腾出来 首先联电台积电日月光 这些包含红海 走环这是正确的 今天很多业绩股都起来了 如果你有看到的话 今天很多业绩股都起来了 你看国具也起来了 对那指标股联发科 刚才一度涨到932元 涨到932元 起7块钱 还不够 联发科 在等最后的半年线 945元 如果联发科 945元 站起来 那么主生坡行情会更明显 目前指标已经快要黄金交叉了 所以联发科 一定要特别仔细看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成交量分布 今天预估成交量 2776亿 在整个资金分布部分 电子股目前降到42% 因为联电台积电制月光一走落 包含IC股一走落 就是低润股一走落 那么资金流向运输钢铁金融 流向这些传统产业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航空股的部分 今天航空股占了26%的成交比重 航空股今天相对有较强 那东升今天是涨停板 那市场当初动作其实是蛮大的 你看长龙 目前成交量已经13万张了 礼拜五20万张 在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 能够很快速的 起5% 那今天到现在已经13万张成交量了 那竟然只有涨2块半 可见的当初操作是很频繁的 那阳明目前也是涨2块半 成交量59000张 今天成交量应该会跟上礼拜五差不多 但这些个股量 跟之前来做比较的话 还是有点不足 所以你如果做当初 那就 自己本身会近年要会出啦 因为当初本来就很激动的 很积极的 那你如果说是做比较波段的操作的话 那你不要在这里去追高 有回档 我们再来低接就好 钢铁股今天占成交比重又达9.6% 今天钢铁股也是市场上面 很热络的一个族群 因为在礼拜五 一些非铁金属 有色金属 不管铜铝链 在礼拜五报价上都上涨 所以今天市场资金 这种当冲客其实反应是很快的 看到有任何的讯息 那种短线转进去的速度也会很快 所以今天钢铁股整体表现 相对以来的比较强势 那金融股的部分今天重点 还是在富邦金 你看富邦金今天涨了3.7% 这大小的股票 这么大支的股票 涨了快4% 不输给那些中小型股 富邦金前8个月的EPS 11.6元 依照这样的进度 富邦金搞不好 今年美股获利15块钱以上 都有机会 因为现在几乎每个月 都是1块钱1块钱在增加 那后面90、11、12 还有四股价 还有四股价 一股价一股价 那今年15块钱就没问题了 那如果说你今年15块钱 股价80块也是稍微 所以从除完息之后 昨天8月获利一发布 今天马上要大涨 那这个填权的机会是很高的 你手中有的再剖的 继续抱着 那国泰金刚才来到60块钱 目前涨了1% 国泰金本一笔也是只有5倍而已 国泰金前8个月的EPA是8.6 它的进度比富邦金慢了一些 所以股价相对也来得比较低 可是本一笔还是只有5倍而已 今天2915润泰权再创新高 136元 你看这个急行军 它跟着银行股动 也跟着基优股动 这有得剖的就好了啦 我们都讲那么久了 从6几块钱讲到现在135了 后面还有3块钱的配股 还有3块钱的配股 时间表还没有发布 所以这个 这段期间有更正习买的 持股就抱着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电子股的部分 今天电子股 资金比较缺 只有42.9%而已 所以相对电子股比较弱一些 那比较弱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联发科是重头系 联发科是重头系 今天肌肉股表现比较稳 可是目前只缺联发科 站上半年线 所以接下来联发科 你一定要特别注意 今天最高932元 还是要等945元的半年线 站起来 它的速度才会快 那联勇上礼拜四礼拜五 连续两天大涨 那今天跌9块钱 因为市场上又有一些杂音 这个杂音的说法 其实一直都签片率都一样 有人刻意要打压 把它给压低 那你不要受影响 你不要受影响 因为所讲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又是面本的报价如何 对驱动IC影响怎么样 那其实事实上消息数据 已经发布出来 已经连续八个月营收 创历史新高 而且公司今天也出来表示 整个缺货状况还是会持续 那业绩还是会持续在走高 所以你不要被市场消息给影响 难免投资人会被报纸影响 这准备的 那你个人在判断上面 你要有自己的看法 连绕我给大家看过 我也不再重复了 它每年的获利跟高点的本益比 大概会落在15倍到19倍 那今天每股获利应该能够到55块钱以上 所以这种价格都很低 你如果手中没有的 那你可以趁回档的时候 来做减便宜货的动作 那蹲态今天相对比较强 因为蹲态礼拜五是开高走低 那接下来要除息了 蹲态除息的时间表示9月15号 那最近很多人不想不喜欢参加除息 所以在除息前 获一些获利了结的动作出来 这净凶的 可是等一旦除息后 大盘方向稳定的时候 这个往上走的速度就很快 所以蹲态你如果不参加除息了 等除息后再买 那如果要参加除息很好啊 支撑在175块钱的地方 可以特别留意 这是今年成长性最高的产业 面板驱动IC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晶圆制造的部分 联电跌7块 世界先进跌6块半 日月光跌3块钱 所以IC制造适度的把指数空间 腾出来给业绩股来用 这是好事 这是好事 好 群创目前跌了一毛钱 群创你要加码的 我个人觉得 这翻转时间已经结束了 24天已经跌完了 而且营收发布出来 也是很好的数字 还是在历史高峰边缘 今年前三季每股获利 应该有5块钱的机会 所以贡点没多 贡点没多 电数的部分 因为钱比较少 重点在个股的部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南地跟深丰 今天深丰目前涨了4.5% 南地涨了3.4% 今天要特别讲这两只股票 为什么这两只股票今天会开始涨 因为之前给大家看过 南地深丰都在走27天 27天的倍速循环 那这一次 今天是第56天 所以前两天54天 这个反转时间已经到了 27天27天 这次下来double54天 所以这个反转时间已经到了 那反转时间到 拉出一根5%的棒子 这是反转讯号 所以深丰 你如果要买 你如果要操作的话 你只要把停损守在 这一波的低点外面就好 203的停损外面就好 这是反转讯号已经出来的股票 南地也是 南地也是一波27天的走势 那这次倍速54天 今天是第55天 所以今天也开始动 所以南地深丰 反转讯号已经出来了 反转时间已经结束了 反转时间已经到了 所以今天南地深丰 有开始出现反转的味道 这两只要特别注意 我们看一下国桥 国具的部分 今天星象也不错 星象这反转讯号也出来了 背离的反转讯号也出来了 所以星象也会开始慢慢的走高 会开始走高 今天比特币概念股的部分 整体表现还不错 技嘉目前涨了四毛钱 维新涨了五毛钱 今天比较强的是华硕 华硕现在起4块 华硕底部平台 325块 整个大地完成之后 这也开始走 我上礼拜特别针对华硕的部分 跟大家做过报告 华硕9月营收会突破500亿大关 前三季每股获利 可能会低近45块钱一股 所以华硕 高价太多 本益比只有五倍而已 这个到时候填权会很快 不但是填权 以它今年每股获利 如果来到55块钱的话 那么本益比如果以12倍算 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空间 可以特别注意 今天国具也不错 国具目前今天最高来到490元 那国具来到490元 现在都在等最后的年限 年限目前在489 今天最高490 正好到年限的位置 年限如果站起来 这也开始上当了 那今天日本的太阳诱垫 涨了1.5% 又创这一波的新高 太阳诱垫从5月到现在 涨幅已经快接近70%了 那国具只有22%而已 所以国具还严重落后 随时 年限站起来 随时就开始充满 那国具你有买的 持股跟着一起暴牢 今天成德除息 今天成德除息 目前涨了1.7% 那除完 除权跟除息完之后 这个未来 填息的机会是很高的 因为今年每股获利 光是上半年就已经 高达7.3元了 所以这价格目前很低 那北比低的除完息 天息的机会会很大 泰博未来两天也要除权了 我们看一下泰博 今天有一些弃权的卖 它是正常的啦 9月16号 泰博要除息 11.42元 那你如果 建议参加除息 建议参加除息 今年每股获利 我大概跟大家算过 今年每股获利 有上看26块钱的机会 上看26块钱 目前就在等230能够站上去 如果230站上去的话 那么整个行情发动起来 就会很快 也是后市很看好的 目前快筛试剂 因为疫苗缺啊 国内疫苗 一时半刻要补足是不容易的 所以快筛试剂来做大量的筛减 需求量是很大的 好 目前大盘小跌4点 4点没多 重点还是在个股表现 要去赚 赚大钱 因为开始要进入主生波的行情了 要去找赚大钱 股价是在相对底部的 北比越低越好 北比越低越好 尤其我教你们的 破半年线回测年线 获利还大要劲的 中股票未来都是大涨的焦点 欢迎加入我行列 我来找我们到底来谈 我们的负专线 02-2392-3988 02-2392-3988 我们下午见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 节目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券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控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选行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